本期话题 甘油三脂膏怎么降下来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甘油三脂膏怎么降下来 我们讲甘油三脂膏 在高质学者里面也是非常常用的 它有单纯的甘油三脂膏 也有了活病的胆固醇膏的 所以这种两种情况 都是需要把它降下来 我们一般稍微高一点 我们通过运动就可以 控制饮食运动 如果高得多 可能会考虑药物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饮食方面 怎么控制甘油三脂膏 那么首先我们讲饮食控制甘油三脂膏 第一是控制饮食的总量 我们能量过多了 那么代谢不过来 它血脂是最容易紧流下来的 甘油三脂最先体现 所以我们控制总量 尤其是主食的总量 是一定要控制好的 当然偏向油脂类更要重视 第二个我们就要控制饮食的结构 饮食的结构 我们讲饮它甘油三脂膏 主要是脂质代谢问题 那么我们只要油的食物尽量少吃 还有多吃蔬菜 因为多吃蔬菜 纤维素多 处境有脂的排泄 除了饮食结构以外 还有饮水方面 就是饮料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 伤肝就是影响脂质代谢的 比如酒 我们尽量避免 第二个就是强调运动 运动这样子效果是非常好的 运动这样子 一般我们讲要主张 就是说慢性的 就是说有氧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运动 如果大于三十分钟 不做距离运动 因为距离运动往往是 短时间的运动的耗糖 并且它是往往出现一些 非有氧运动之后 它能量消耗很大 但是躺消了 但脂质根本动不了 所以我们主张慢性长期运动 而且不做距离运动 这种持续运动 这样的效果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主要是叫慢跑 坚持一段时间 它也能够这样子 除此以外 我们当然心态的调整 它有力 类肥密不会紊乱 保证睡眠 生活节力 接研究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着急 这只是